20号台风马脑 哎呀这下可能真的难产了 到底为什么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竹千辛啊 20号台风今年可能很难产啊 昨天啊 在南海这个菲律宾的低压目前是在 东京119度啊 北纬10度的地方啊 它威力比昨天小很多 昨天有6级的大概升到5级而已啊 不过它未来还是有机会发展 因为从云图上面看起来 相预测看起来在 24 25的时候才会在这里产生一个地 也是由这个慢慢酝酿而成的了 再来我们讲一下 在那个东京156度的地方 也是有一个低压存在哦 不过啊 它的纬度啊比较低 大概10度左右而已 那这样走进来的方向啊 也是往西北方的 它也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台风的佩戴 因为目前只是个低压状态 还要讲一个 东京啊178度啊 那里也有一个低压存在 不过这个低压它的阔势比较强大一点 会往西北方向走 它目前是每秒7公尺左右了 它的速度应该是在15周 15公里不是很快 再来哈 因为我们讲这些 将来这个风的关系 看到我后面这个预测图啊 一周内的一条图上面是有几个台风的胚胎形成 到底这几个理念 哪一个会成为一个20号台风 马脑的胚胎或是成为20号台风马脑呢 好了谢谢大家对竹签心的爱护与支持 今天影影片有点长了 气象的部分一点点而已 好拜拜 拜拜